Hello,大家好,我是Nana 我是一名准大三学生 最近我突发奇想 想做一个和自动贩卖机有关的区块链项目 但很多人会纳闷 你这么小年纪 为什么可以敢做区块链呢 是因为我最近知道了 RBOK的一个Forge开发框架 据说它能让区块链项目开发 变得更加简单 所以我就想来试一试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我会定期向大家汇报我的工作进展 并且跟大家交流 分享一下我在这过程中学到的区块链知识 以及RBOK的开发工具的一些使用方法 那么今天第一期 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自动贩卖机的区块链项目 以及为什么要使用区块链 另外我还会重点介绍一下我们RBOK的开发工具 Forge Framework Forge开发框架 如果你对这一期视频感兴趣 请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区块链项目 一句话来说 就是自动贩卖机的信任账本 我们知道自动贩卖机都是用来卖东西的 既然是卖东西就要记账 那为什么是需要信任账本呢 是因为自动贩卖机的运营通常需要很多方的参与 比如在我的场景里就有贩卖机的运营者 还有贩卖机的提供者 还有商品的供货者 以及场地的租赁者 并且这每一方都会在最后有相应的利润分成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大家都信任的方式来进行记账 那为什么现有的数据库就不行呢 是因为现有的数据库的数据很容易被篡改 但是有了区块链就不一样了 因为区块链从本质上来说是去中心化的 不可篡改的以及高透明度的一个账本系统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低成本的信任方式 那就是机器信任 因为这种信任机制 我们能保证我们的账本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确保每一方都能公正的获得属于自己的利润 因此我们需要区块链来给我们做一个信任账本 那么接下来我将重点介绍我们Upflow的一个为开发者 开发区块链项目更简单的这么一个产品 那就是Forge开发框架 简单来说Forge是去中心化应用的开发框架 解决了底下复杂的繁琐的区块链技术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在这框架之上 专注于自己所熟悉的所专业的产品开发上面 因此它大大的降低了区块链项目的开发难度 可以让小团队甚至是个人都可以比较轻松的完成一个足够复杂的区块链项目 了解了Forge是什么以后 我们来看看Forge是由哪几部分来组成的 简单来说Forge是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分别是Forge Core 共识引擎 状态数据库和Forge SDK 其中前面三个部分都是保证发链和链的正常运行 以及数据记账的一致性和不可篡改性 而Forge SDK用于操作数据交易的工作包 我们做合约交易时都是通过Forge SDK来完成 其他三部分只需了解即可 这就如同我们坐缆车 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的缆车是正常运行的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找的就是缆车的入口还有出口 以及如何上缆车就行了 那为什么说Forge能够让我们的区块链项目开发更简单呢 是因为Forge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链上开发的工具 首先我们有很多发链的工具 例如Forge CLI、Forge Patreon和Forge Deploy 前面两个工具用于在自己的电脑上建好发链环境 分别用于前期编程阶段和后期测试阶段 而最后一个是用于部署发链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Forge SDK 它能帮助我们亲身的与链上的数据进行交互操作 通过一条简单的指令 就可以把我们的交易数据发到链上 完成交易的记账 另外SDK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 其中包括Python、Java、JavaScript 还有苹果、安卓等等等等 都可以让我们选择自己熟悉的 喜欢的语言进行开发 因此不同的系统都可以轻松与区块链连接 通过前面的视频 我们了解到了Forge是什么 以及它的组成部分 还有它为什么能让区块链开发更简单 那么究竟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我将用我的项目来试一试 请大家拭目以待 ee 哦